不是比較講究啦,就是他們會做這個 你看這個鑿頭都用這些鑿 這個還有痕跡嘛 那是鑿頭喔,不是水泥喔 不是不是,這個都是石頭的 以前的人打石頭怎麼打 它就是一個大的大石塊 它這樣打洞、打洞、打洞、打洞 打到這個洞都打好啦 它用那個塞子,那個鐵的鑿 這樣放下去放下去放下去 然後就用大的鑿子 蹦蹦,一個蹦蹦 它就會從這個,它就會從這個立面全部裂開來 很整齊的裂開來 以前打石頭都這樣啦 這個都是這種方式 你看這個痕跡,分來痕跡都還在 那水泥打呢 這個,像這個床是我媽媽以前的床 他們以前這種床 等一下如果下雨裡面要休息 或者東西要放在這邊也可以看 這都是土甲啦 這都是土甲廚 去年就是八八豐災的時候 把我們整個屋頂掀走了 所以現在才在蓋一點帽子 這邊是一號 這邊也有長青的齁 這邊有一個青 這是雨衣啊 脫鋼是一種土嗎 哪一種土 田裡面的土把它弄得固固 像麻糬 它有一個模子 會那麼堅固喔 其實不要去浸水泡水 它是很堅固 冬暖夏寮 會長蟲嗎 會長蟲 會長蟲 有一種土蟲 像那個洞洞 都是被土蟲鑽的 本來這個去年就一直在猶豫說要怎麼辦 要是不是要把它拆掉 還有很多人說 不要拆掉 其實不要拆掉 我不知道怎麼收尾 對啊 這樣保留也很好啊 對啊 像你說的保留很好啊 問題是 這樣人看起來都沒有收尾 不知道要怎麼去收